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信燕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颗网美植物 龟背玉 如果你有常跑一些咖啡厅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质感一点的店 那你可能常常会看到它的身影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来介绍给大家知道 龟背玉是天然新科龟背玉属的植物 那以前在台湾比较常被叫做电信蓝 所以如果你去园艺店啊 然后问老板说老板有没有龟背玉 然后他回答你说 哈什么 的时候呢 那你就改口说老板有没有电信蓝 然后他可能就比较知道 不过现在大家都比较常说龟背玉 所以现在的老板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啦 龟背玉为什么会被称为龟背玉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它这个页面 很像龟的背 所以才叫做龟背玉 那它的原生地呢 是在墨西哥的羽林中 那听到羽林就大概知道说 它生长环境就是比较温暖啊 潮湿的地方 但龟背玉能够占领各大咖啡厅 一定有它厉害的地方 除了美丽以外呢 它耐阴 耐阳 又耐汗 虽然它很厉害但是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 就是能够把它种的比较漂亮的一些方式 首先呢在浇水的方面 基本上一周浇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还是有室内跟室外的差异 就是还是要看一下环境不一样的话 盆土干的状况可能会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之前窗孔龟背玉的影片 基本上呢就是土干在焦 准没错 阳光方面比较适合放在室内的窗边 或者是室外的屋檐下 比较有遮阴一点的地方 如果艳阳直射的话 页面会比较容易有干枯或者是烧焦的状况 另外它虽然说很耐阴 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阳光 我们还是要偶尔帮它擦擦页面 把灰尘清掉 然后移到有阳光的地方 让它行光合作用 这样它还是会比较健康一点 再来龟背玉其实比较喜欢通风一点的环境 如果你长期放在室内不通风的话 虽然说它不至于死掉啦 但是就不会漂亮 而且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病虫害 所以还是要开开窗 让它透透气会比较健康一点 龟背玉的布置方式 我会建议可以种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盆子 那或者是你下面给它一个花架 把它架高 像是这个样子 然后放在窗边啊 或者是电视柜旁边都蛮适合的 那如果你觉得它太张牙无爪的话 也可以插一根竹子或者是木棍在它的盆子中间 利用它的攀附性把它绑在上面 这样除了可以让上方的空间更延伸以外呢 也可以让页面更集中 龟背玉是我第一颗爱上的雨林植物 那我其实有个梦想 我希望呢它能够像图片这个样子 把它整面墙都攀附满 那现在市面上啊 除了一般的龟背玉以外啊 也还有一些太龟啊 日龟啊 就是比较有白斑的 像这一棵这样子 这一棵 心长的叶子 我满满意的 不过价格不便宜就是 不过不管是太龟日龟还是一般的龟 只要看顺眼的 就是好龟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植物的话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这个是龟背玉的新叶 如果看到它的话 不要太压抑 想说这是什么